曾经的好朋友可能再也不会来往 这就是人生 香港演艺圈一直有两对一男屏的黄金搭档 周星驰和吴梦达是一对 另一对是被遇邵氏双侠的狄龙和江大卫 达叔已在2021年去世 他和周星驰已无可能合作 狄龙和江大卫仍有心有力 他们曾经形影不离秤兄道弟 40年多前却突然断交 几乎到了老死不往来的地步 TVB曾有意劝和这两位人兄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2021当天晚上 邀请狄龙为江大卫颁奖 成为二人断交多年来首次同框 江大卫表示 事先并不知情 笑称是大哥颁奖给他的无所谓 但内心还是纠结到底拿不拿 如果不接过奖杯 不就显得自己很衰吗 几十年的恩怨也别再去想了 这句话不难发现 江大卫的心是介怀的 而且不卖狄龙的面子 无是狄龙递过来的麦克风 3月10日将大卫受访首度回应与狄龙断交的原因 澄清两人没有打架 没有吵架 什么没说就不再见面了 外面传闻都是假的 是慢慢长大 发现想法和看法不同 在对人 对自己 对事业方面都不一样 很难说可不可惜 有时候在公开场合见面还是会说 哈喽 现在的年轻人对狄龙江大卫 或许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当年的他们可是少师的招牌 荧幕双子星 他们的颜值也是一记绝尘 奈何岁月是把杀猪刀 曾经的少年郎如今已经垂垂暮年 皱纹爬满了脸庞 虽然他们已经退出了江湖 但是江湖仍然有他们的传说 古龙说 我的人物就是给狄龙写的 狄龙向冬日里的阳光照上大地 向春晨的风拂过灵烧 没有比狄龙更完美的脸 没有比狄龙更动人的笑 而江大卫则是九阴真经里 至情至性的黄药师 而那一句你是个姑娘不应该哭 霸道又温情 1968年的游侠儿 狄龙与江大卫相遇了 在这部戏里江大卫已经是主演了 而狄龙还在跑龙套 那时恰逢少师内部动荡 张彻的爱徒 她得欲用男主角王宇的离开 给狄龙提供了机会 狄龙长得唇红齿白 见眉兴目 江大卫则是俊俏英俊 充满侠义 这样的两个人搭档在一起 正是武侠里的情义少侠 他们一个负责秀身材 武术打斗 一个负责清冷忧郁 气质吸引 随后 狄江双侠的历史开始了 少师电影里 狄江二人必定同时出现 二人同生共死 要么为了对方而死 要么为了给对方报仇而死 整个萤幕都是浓浓的侠义与兄弟情 连女主角的感情戏也暗淡了 荧幕上的各种经典角色 保镖中的标客相定 与正义侠士络绎 新独臂刀中 隐姓埋名的雷厉 与江湖豪侠风俊杰 报仇中的官是两兄弟 这些角色成为了众多影迷心中的经典 是影迷心中白衣飘飘的侠客化身 没有哪一个更厉害 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巨星 风靡相将 有江大卫的地方就有狄龙 多年的戏剧合作 他们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相逢便是知己 他们是最熟悉对方的人 狄龙深夜单独给江大卫买夜宵 连导演张彻也没份 下雨了把自己的衣服脱给江大卫 自己光着膀子汽车 狄龙的车里摆的也都是江大卫的照片 甚至婚后的江大卫跟妻子都不会做饭 狄龙还经常去他家给他们做饭 而江大卫对狄龙也是互端 当时的一流于记忆术 是江大卫的粉丝 对于江大卫总是赞美 可对狄龙却是挖苦 于是当艺书去采访江大卫的时候 江大卫直接就不见他 李修贤也是江大卫的粉丝 他公开骂狄龙神经病 于是江大卫直接隔空表示 我跟李修贤不熟 除此之外 从演员到导演 当两个人开始做导演 也立马邀请对方来做主演 江大卫看过去风度偏偏带点音域 他本人却是谈笑丰盛 相反看过去开朗阳光的狄龙 其实沉默寡言 为人也比较木论 但是性格没有成为二人交好的绊脚士 两个人的友情 成为了娱乐圈的美化 可是黄粮一梦 二人最后却不再交好 而最大的浪漫大概就是 即使不再往来 他们也没有说过对方的不好 心生嫌隙的原因有很多 而最主要的大底就是 倾国倾城中的戏份纠纷 李翰祥看中狄龙请他做主演演皇帝 但是江大卫演的却是太监 还要剃头 而且人那么多 戏份也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 江大卫不愿意了 狄龙此时得到了李翰祥两部戏的主演 听到好友不演 自然不高兴 过去你做主角 我不是替你做配角吗 江大卫也回到 我没有替你做配角吗 好吧 自己的兄弟当然要鼎力相助 虽然有几句言语不合 但是江大卫还是为了狄龙参演 奈何江大卫演的寇连才 戏份一家在家 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但是狄龙的角色却不讨喜 而在此之前 狄龙演的死角 也是没有赢得观众的喜爱 重压之下的狄龙 竟然痛哭起来 你知道我们做演员最怕对手强 对手一强 就显得自己弱 吃尽苦头 却没有得到回报 心态难免崩溃 而出演的效果 也并非全关乎演技 还跟角色本身的讨喜程度有关 此戏结束后 两个人的交流就日益减少 加之当时的娱乐记者 一直夸将大卫天赋异禀 而狄龙却只知道努力 而在二人的合作电影里 将大卫也一直演大侠 狄龙时而言反派 时而言一些头脑简单的角色 这些事情积累下来 加上倾国倾城的戏份纠葛 与写信的误会 二人就这样分崩离戏了 还跟孩子闹脾气似的 在媒体前放狠话 没什么可惜的 不想见就不见 谁说我要和好 我绝对不会和好 经过几个月的冷静 两个人真的没有后悔吗 将大卫说 狄龙不以我为友到无所谓 只要不把我视为敌人就好了 而狄龙这边则说 亲兄弟之间 不应该将距离拉得太远 这时的态度 跟当时已经截然不同 其实二人已经兵士前嫌 都想复合 但是又拉不下来脸 二人就这样别别扭扭的 谁也不理谁 两个人的粉丝 也一直希望他们可以和好 而东升级身边好友 也尝试了许多方法 可惜都没有效果 虽然想复合 但是谁都不想先低这个头 就狄江反目后 武侠电影也逐渐落入帷幕 邵氏陷入地迷时刻 将大卫跨界当起了导演 偶尔演戏 而此时已经40岁的狄龙 一身戎马都奉献给了邵氏 没想到就受到了邵氏的辞退信 里面写道 感谢你多年来 为公司做出的成绩 兄弟反目 事业低谷 此时的狄龙尝试联系很多好友 尝试转型都没有成功 人道低谷 人间冷暖皆自知 狄龙时常看着邵氏公司的灯火 怀念往昔 从先一怒马的潇洒少侠 变成为世俗沉沦的落魄大叔 他终于等来了英雄本色这部电影 阔别江湖多年 终于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而多年没有交际的将大卫听到这个消息 也匆匆从加拿大赶往台湾 为狄龙颁奖 面对突然上前来祝贺的将大卫 狄龙激动的语无伦次 明明说好老死不相往来 却又偷偷在背地里面互相关心 本来二人的感情已经逐渐回春了 但是没有想到张彻的离世 使二人再度决裂 张彻作为两个人的恩师 在他的葬礼上 以前的弟子都赶回去参加 张彻一路提携狄龙 因为狄龙普通话不好 为他找配音 提携他们做荧幕双子星 但是此时的狄龙却因为拍摄 还珠格格三 没有回去参加葬礼 而是让他的儿子代替自己吊艳 对此将大卫十分生气 拍戏拍戏 谁还没有拍过戏 那时候别人采访狄龙 狄龙表示是因为晚年 与张彻有一些矛盾 而狄龙也并非如此没有良心 张彻晚年 只有狄龙时时前往照料 其他的弟子都离得太远了 对于逝世的张彻 三天前的狄龙 也一直在床边照料 张彻去世后 狄龙也是每年扫墓击败 但是这样将大卫仍然心中怨恨 虽然二人因此再度不和 但是毕竟两人已经到了做爷爷的年纪 不再跟年轻的时候 那么意气用事 即使感情不和 但他们之间也没有互相指责谩骂 只是淡出了交际 二人井水不犯河水 回看二人的矛盾 若真是在意戏份 狄龙给将大卫演的配角多得多 但是仍然演了那么多年 狄龙与江大卫的感情依旧很好 戏份问题其实是态度问题 江大卫直接因为戏份上光头不掩的态度 让狄龙介怀 而狄龙强硬的态度 也让江大卫不开心 二人的感情问题 若是单纯的戏份 那么两个人也做不了那么多年的兄弟 当时的二人宏极意识 自然也触及到了许多人的利益 有人挑拨也是情理之中 就算在现实生活中 亲兄弟还有矛盾呢 和好的意思自然有 要不然怎么还会再次同框 只是后面的两个人走的路不同 经历不同 思想自然也不一样 要想和好如初必然不可能了 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在如初 但是他们的情感一直都在 就如近期TVB的一部电视剧 江大卫跟狄龙儿子主演 在采访中 江大卫称 跟狄龙很少见面 但是狄龙的儿子谭君彦说 他们都有见面的 而且在狄龙房子大厅中间 还摆放了他俩年轻时的一张照片 不过两人虽然断交 但没有影响下一代 江大卫承认狄龙的儿子谭君彦 比自己的儿子成功 谭君彦和江大卫多次合作 私下喊他叔叔 然而江叔叔还是要强 马上表示狄龙儿子是很棒 但只是现在而已 以后就不知道 人与人之间不用比较 做回自己就行 我们下期待